我现在咱们大部分人在选择去健身房的衣服的时候 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 穿着舒服以及活动方便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咱们去健身房就是为了健身运动嘛 对不对 但其实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就可以不仅穿着舒适 还可以看起来更加fit 更有形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六个健身房穿搭的小技巧 不仅可以保持衣服的功能性 更重要的是 帮你选择适合自己的衣服 让你看起来有更好的身材 那咱们话不多说 3 2 1 其实我一直想做这么一期视频 因为平时除了一些基本开销之外 我花钱最多的地方 就是买各种各样的衣服 不说了双十一缸过去 黑五就要来了 那么在买衣服的过程中呢 一开始就是瞎买 交学费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到最后只能送人 或者捐了 所以现在在买衣服的时候呢 我会加入到很多想法在里面 就会更加慎重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呢 我会告诉大家 我在选择这些衣服之前 考虑的一些东西 从而帮助你少交点学费 那么咱们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 选择适合你的尺码 那也不是废话吗 谁不知道在买衣服之前要看一下尺码 你别说 其实网站上建议你的这些尺码 和真正适合你的尺码 往往是不同的 大家要记住 要想看起来有个更好的身材 一个核心的点就是 掩盖你的缺点 穿美版的L码 就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但是为了更好凸显我的线条 我往往会选择这种 M码的衣服 选择比平时小一点的尺码呢 会强化你线条比较明显的状态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并不适合所有人 比如说在我增肌期的时候 体脂没有那么低 那我还穿这种比我紧身衣服的时候呢 手臂和肩膀会更大 但是你的肚子也会凸显出来 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选择这种偏宽大 oversize的衣服呢 反而会让你看起来更大 更饱满 所以大家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了解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 以及优势 在这个基础上 选择适合你的风格和尺码 第二点咱们讲的稍微具体一点 就是选择袖子长度适中的T恤 大家要知道 在咱们穿T恤的时候呢 你露出的这部分手臂 是凸显你身材的最佳机会 但是你会发现 商场里卖的大部分衣服 袖子都是偏长的 这件不算啊 这本身就是宽松款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件T恤 大家看到整件这件衣服的尺码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肩膀啊 胸背都刚刚好 但是大家看 它的袖口太长了 这时候有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 就是把它卷到 你肩膀跟手臂的连接点 这样的话 就会露出你整个手臂 最大的一个部位 也就是咱们的工三头级 整体呢 看上去会更加的废体 给大家看一下整体啊 第三点 咱们从上衣挪到裤子 如果大家希望看起来更fit 我强烈建议大家穿这种九分的小脚裤 无论是我现在穿的这个牛仔裤呢 还是咱们平时穿的运动裤 甚至是T装 我都建议大家这么穿 因为这种裤子呢 不仅会让你看起来腿更长 同时还非常好搭配各种各样的上衣 一个注意的一点是 普通的裤子 虽然也可以像T恤那样 把边卷起来 达到那种九分小脚的效果 但是我个人觉得那种裁好的小脚裤 会比你卷起来有一种更精干的感觉 所以买不到和身九分小脚裤的小伙伴 我强烈建议大家找一个裁缝 帮你量身修改一下 All right 咱们下一个主要讲一下 如何选择适合于你的背心 背心有很多很多种 其实最适合于你的背心呢 就是如何能放大你的优势 或者掩盖你缺点的背心 比如说像这样的背心宽度 就是在你肩膀和手臂的连接点剪裁的 比较中规中矩 但是对你手臂呢 也有充分的露出 如果你希望能够更加凸显自己的手臂的话 可以尝试这种过剑的背心 因为阴影的关系呢 它会让你的手臂从侧面看起来更粗 但如果你的胸或者背练的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尝试这种比较流行的吊带背心 Stringer 但是大家在选择尺码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啊 过大和过小的Stringer都会让你漏点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这种从上往下弧形裁剪的背心 因为它两边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会显得人肩膀稍微宽一点 掩盖了我的弱点 但是有个问题在于 但是不用担心 今天我会教大家如何把任何衣服 都剪成这种裁剪的背心 而且更扫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这个视频的PR进行查看哦 如果大家做好以上这四点呢 基本上你已经会如何选择和搭配适合自己的衣服了 但如果你的愿望是变成全健身房最亮的仔 那你就还需要注意下面这两个细节 首先第五点呢 就是选择面料或者风格相近的衣服进行搭配 这点不是必须的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混搭 但是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 就会给你整体的搭配营造出一种风格 比如说大家看我现在这个自己剪的衣服 搭配这个功能性的短裤 其实有一点点奇怪 但如果你要换成这种粗糙的面料呢 就会让你整体上营造出一种随意的感觉 相反如果大家要搭配这种功能性短裤的话 可以选择同样面料的衣服 这样看上去就比较协调 最后一点 适当的选择一些亮色 还记得之前买衣服的时候 不是黑就是灰就是白 虽然每天去健身房 完全不需要考虑搭配的问题 但同样也失去了乐趣 事实上适当穿一些比较亮的颜色呢 不仅会让别人注意到你 同时呢也会让自己心情变得好很多 但是大家在选择颜色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些小细节 黑灰白呢都可以算作中性色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通常会再加一个颜色进行搭配 比如说我穿的这个搭配 全身上下只有这个外套是一个亮色 鞋上的小细节呢有个呼应 但如果你再加一个别的颜色呢 就会有点奇怪了 但其实这也不是绝对的啊 颜色搭配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什么红配绿啊 今天就不在这里进行详细的讨论了 以上呢就是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的 这六个穿搭小技巧 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 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视频最后我还想说 其实穿搭和健身的意义都是相似的 不仅是从外形上 让咱们看起来更好看 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 不要忘了发弹幕或者留言 让我知道哦 这样的话在将来 我还可以做一些日常的传达给大家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忘了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刚才那些穿搭呢 每一套我都拍了一些小片段 我现在放一下大家喜欢哪一套 不要忘了在弹幕里给我评分哦 一到十分 Let's go 我们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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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个视频